三天后,不夜天大殿,温若涵叫人清点百家送来的赎金,登记入账,温氏弟子道,丙宗主,所有赎金清点完毕,温若涵挥挥手,让人下去,灭怀桑嘿嘿一笑,老温,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这些赎金反正是他们从百姓那里收刮来的,不如用这笔赎金来开设学堂,面向百姓, 只要肯学,心性过关,我们就教,也可借此完成蓝凶说的恶者灭之,善者渡之,我觉得怀桑辞法可行,狗妖迈出一步,指着地下,道 圣君的意思,灭公子只说中了其一,其二是指冤魂利鬼,洗刷其冤屈,肃清仙门 要肃清仙门,先得拿出证据,不然那些人可不会光凭我们一张嘴就认罪付诸 这三日,他们一直在不夜天,温氏表面上凌驾于百家之上,行事肆无忌惮 但其实,听命于蓝忘机,清理掉一些坏事做尽,恶事做绝,烧杀抢掠的世家 这也是温氏形势气章,做事很绝,而蓝,灭两家却没有过多反感的原因 何况,清理掉那些世家后,第二日,那些世家所作恶事及其证据都会全部公布于仙门 确实,以我们三家之力,抵抗百家是没问题,但战争一起,苦的还是百姓 所以,武力不行,我们智取 狗妖可联系妖族在各个地方涉及冤谷 专门针对鬼魂,将所有案件发生的地点 起因,经过全部记清楚,我们负责收集证据,根据事实行事 聂明觉见聂怀桑说的,头头有道 颇有加油而出长城的感慨 先前一直担心自己去了 怀桑会受人欺负,现如今他是放心了 聂氏交到怀桑手里,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狗妖从怀里拿一些信封,道 这些是圣君在外夜烈时记录的冤假错案 还有证据,有劳各位了 妖族那边我会负责 兰启人接过那些信封,分发给在场的几人 看完一封又一封,脸色变得奇差 怒火顿生 他兰启人交书欲人多年 看人这方面却是奇差无比 交出来的各个是道貌黯然之辈 温若含见几人脸色奇差 却笑了出来,这些信封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这就受不了 那倘若更多的恶心事揭露了出来 怕不是的气急攻心,口吐芬芳 行了,还是做好心理建设吧 免得接触的更多受不了 他们受不受得了 他是无所谓,主要是怕蓝忘机找他麻烦 每次被虐打再加上一个聂怀桑在旁出谋划策 简直能把他温室掀翻了 几人收敛好心神 将所有方案的细节仔细详谈了一遍 确保能落实,行之有效 事业,星辰璀璨 蓝忘机试着收回双耳,成功了 尾巴却冒了出来 二者选其一,蓝忘机选择顶着双耳 神色忽而易明,道 何事?圣君,将家有意 继续盯着 是 蓝忘机并没有把僵尸放在眼里 若不是因为魏无限 他绝不会浪费时间去听他们家里长家里短 你不爱我,你爱他这种没营养的话 蓝忘机如常往光球内度入一丝真气 轻声道 魏英,等你归来 所有的障碍都会被扫清 圣君 一切准备就绪 出发 蓝忘机用术法暂时将那对耳朵引去 伸手轻碰了下光球 谋中尽是温柔 数不清的眷念 天将明 修真界的平静被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打破 意向突起 怨气暴增 灵气锐减 但一切归于平静 天空已完全被一巨大的黑幕所覆盖 除零星点阳光能渗透进来 修真界已置身于一片黑暗中 蓝忘金眸中 笑意一闪而过 开始了 魏无羡起成了河豚脸 烦躁地扯了扯头上的那对耳朵 还是郁闷不已 直到把头挠成了鸡窝 又在地上滚了几圈才认命 他的玉兰树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扇破败的木门 同一时 天空的黑幕荡开了阵阵连衣 渐渐成像 与魏无羡所发生之事一一相对 几位长辈露出几分错愕 而聂怀桑已让人搬来了桌椅 上了几叠灵嘴 像个大爷似的坐着 开始了观赏 他与蓝忘鸡相交的这几年 见过的怪事多如牛毛 早就见怪不怪 养成一副处事不惊的样子 几人默默对视了一眼 纷纷落作 是福是祸 是祸躲不过 蓝忘鸡见魏无羡孩子气的一面 不禁笑了笑 仙门百家的注意力 却在魏无头顶的那对耳朵上 这云梦前大弟子竟然是妖 可藏色散人魏长泽 是正正经经的修士 怎会生出一个妖灭 莫非 这魏无羡被什么妖泪给夺射了 将封眠脸色一变 他这些年都没有察觉到魏无羡的身份有意 如果这狗妖从小就藏在魏无羡体内 后果不堪设想 阿诚 去 将所有弟子集合起来 仔细搜查 是 江婉淫心中愤恨不已 枉他为魏无羡赶了这么多年的狗 狗妖 怎么可能怕狗 华天下之大鸡 可真会装 忘恩负义的东西 魏无羡伸手推开那扇木门 结果用力过猛 那木门轰得一下就倒塌了 掀起阵阵尘土 魏无羡愣愣地看了下手 又瞧瞧已经四分五裂的木门 退了一步 他严重怀疑这门在碰瓷他 磕瓜子的几人 掀门百家 蓝忘机边吩咐手下的人做事 边在心里默默说道 是这门年久失修 不结实 知道实情的一些妖族太上长老 那可是由万年玄铁 铸造得看似木门的铁疙瘩 魏无羡 倾咳了几声 踩着那寿中正寝的木门 进入那幽暗的小道 春 夏 秋 冬 一年似景 一晃而过 春之和煦 夏之炙热 秋之洒爽 冬之素寒 在魏无羡体内一一展现 又逐一消退 魏无羡捂着心口 感受到强烈的灵气 怨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他的灵脉 忽冷忽热 蓝忘机 魏英 宁神 借力打力 蓝忘机之 自己说的话魏无羡 听不见感受不到 却还是用上灵力对着天幕大声诉说 万一能听到呢 蓝起人不忍地闭上眼睛 这还于不仅是忘机的救赎 更是天下苍生的救赎 可要一个未及惯的孩子去拯救苍生 要他们这些长辈有什么用 清衡君重重叹了口气 行动吧 只愿那孩子历经苦难的收获是用于自保 这苍生还不需要一个孩子去牺牲 去负担 仙门百家还津津有味地看着天幕时 蓝 灭 温三家已开始行动 当传来一个又一个罪恶滔天的世家被灭门的消息时 他们在做准备为时已晚 魏无羡冷汗直流 恍惚间好听到蓝忘机在说 借力打力 对了 借力打力 魏无羡双手结印 欲拦出 顺着灵愿冲撞之力打通所有灵脉 丹田空虚 这灵愿之力正好填充它的丹田 灵愿互抗 不分伯仲 时间一久 混沌丹成 与金丹相依 汲取大量灵愿之气 灵愿从两方汇入魏无羡体内 两相对比 犹如白昼与黑夜 一方如天使 一方如恶魔 互相矛盾又相补相成 奇也 怪也 这什么怪物 竟敢公然修习邪术 这魏无绝对是被夺赦了 我们必须在他还未成长起来前杀了他 否则 后患无穷 不错 为了修真戒的未来 必须杀了他 诸如此类的言论层出不穷 为了正义 所以魏无羡必须死 空口白牙 一张嘴就能给人定罪 所谓证据 便是我所说 人数一多 便是真理 是风日下 人心不古 你这被人知道了 我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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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你